武漢肺炎疫情欧洲大爆發 以往每年5月在瑞士日內瓦 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WHA 傳出可能取消或延期 儘管我國被世界衛生組織WHO排除在外 每年仍有相關部會官員跟民間組織 自行前往參加交流活動 立委林長佐23號質詢外交部長 今年世衛大會若有變動 我國是否有相關配套方案 我們不能進去 但是在那時候大家都在那時候 去那裡這個 針對公共衛生這些健康的議題 我們去那裡跟大家交流 所以說這個部分不知道說 就是我們的準備怎麼樣 有因為說如果有可能的研究 那是說延期期辦的月 我們自己 到本來現在每年去那裡辦一些活動和活動 我們有什麼樣的準備嗎 今年的情形實在是不太確定 如果說真的不能進去的時候 我們就換另外一個Plan B 就是說如果不能進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視訊會議 還是我們其他的方式 跟其他的國家來進行討論 台灣防疫作為備受國際肯定 也引發原贈友邦口罩的口罩外交政策話題 外交部回應援助友邦政策會因地質疑 而立委吳立華就提到 除了口罩外交之外 我國是否能建構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南島外交政策 您去過哪一些我們南太平洋的邦交國家 目前四個我都去了 那請教一下您到那邊有沒有覺得在文化上 他們跟我們的不一樣之處讓您覺得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 說不太出來 因為我覺得相似度反而比較高 這個譬如說檳榔啦 其實都是南島文化共同的一個習慣 外交部次長徐思謇硬打起來略顯陌生 立委吳立華補充 時任原明會主委的尤哈尼 接任斐濟大使時 出訪南島羽族國家 展現另類外交魅力 許多當時的斐濟人也都津津樂道 因為他們說從來沒有世界各地 沒有任何一個外交官 能夠像我們的尤哈尼大使一樣 能夠到部落去跟他們一起生活 那我們也希望說 在未來這樣的一個外交部署上 我們能夠開始去檢討 他除了重視國際關係 跟語言這樣的一個考科之外 他對於我們所要派駐的這些國家的文化 他其實並沒有太多的一個琢磨 吳立華表示 希望透過檢討外交人員考試制度 培養原住民外交官 也讓沒有原住民身份的外交人員 出訪南島羽西邦交國時 能具備一定文化敏感度 擦亮台灣外交招牌 院士新聞朱古許家榮立法院採訪報導 大叔 大叔 顧由 那 確